我 砰巨大声响 公车突然往后爆冲 一路往后推 猛力撞击 鞋车惨被推翻 转个歪七扭八 男子路过茶点 被扑击 吓得倒退炉 跟死神擦舌而过 差一公式 命就没了 几分画面换个角度看 当时男子送货 准备进到酒伤 突然一声巨响 吓得回头张望 不到一秒钟 公车车位撞进骑楼 撞回天花板 鞋车跟着飞喷 吓得他立刻望后 奔逃跳开 那正好要开门 就轻到哄哄哄哄 非常大声 传言一看 公车这样子撞进来 我就赶快跳开 不到一只手臂的距离 同事就跟我说 赶快去收集拜拜 梦 红大声响 以为是对面爆炸 他是要回来 要回进去了 不知道为什么要 倒退路撞进来 吓到了 到现在还在屏屏撞 现场一片狼藉 天花板全会 观线外露 悠悠欲坠 地上满是油渍 事发在5号中午 台北市新一区松德路 35座的蔡姓司机 原本将公车停放在 总站门口临庭区 下车忘记拉售刹车 导致车向后路30公尺 撞进对向骑楼 撞断公车站牌 卡在超商旧商中间 动弹不得 对驾驶员来做 一出并解决 加以辅导 对商家的需要 我们会再赔偿 左姓车向于乘客 现场未有人员受伤 司机开了三年半的车 出国排除平楼驾驶 再看一次恐怖瞬间 幸好当下没人车经过 包子后果不堪设想 这是杨轩 杜轩SG小组 台北报道